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到先帝宗庙里的器物 那我交给廷尉治罪的意思呢就要使他灭族 而你却按照法律去处理 这与我原本恭敬供奉祖先的本意呢完全不合 张士芝听了之后呢脱帽扣头据理力争 说到按照法律的这样处理呢已经够了 在法律上既是罪行相等 也要按照程度的不同来分别量刑 那今天有人偷了宗庙里的器物 就要判处灭族之行 假如说有人挖了先帝灵上的土 皇上又该怎样加重他的罪呢 过了很久啊 文帝和太后终于同意了廷尉的判决 当时呢调侯周亚夫和山都侯王田起 知道张士芝执法言明 从来不循四王法 都非常的佩服他 于是呢都和他结为好友 张士芝执之所以这么做 很显然他考虑的是 既要依据犯罪事实和情节轻重程度不同 看使用法律是否规范正确 还要看量刑的轻重是否适当 正如唐卫正所言 凡礼欲之情 必本所犯之事已为主 虽然张士芝的行为 以君臣关系和传统意义上说 是侵犯了皇权 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 正是为了国泰民安 为了汉世江山的长久利益 文帝以国家设计为重 不顾皇旗放弃特权 是因为他深知严格依法断育 规范执法的重要性 汉文帝驾崩以后 他的儿子景帝刘起继位 景帝因司马门一事 对张士芝心存芥蒂 所以免去了他的庭位官职 降为淮南王的丞相之职 最终因为种种原因 张士芝离开了官场 过了不久就病逝在家乡 南阳郡浙阳县 后葬于故里 放弘县西北1.5公里 虎港村侧 观众朋友 我现在位于县城 约西北两公里处的 虎港村的市之墓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墓呢 大概是高市 大概是有三米 那直径呢 是十米开外 鲁瑶路呢 在这个墓前绕道而过 我们可以看到墓周围呢 荒草掩埋 并没有见到以前劝妻的砖石 以及墓碑 看来呢 施之墓有待进一步的加强保护 张世之耿直无私的秉性 不循私妄法 执法公允的品德 受到史学家司马迁 和班固的高度评价和承颂 司马迁在所著的 《史记张世之传》中赞道 张继之言长者 守法不阿异 有畏哉 有畏哉 书曰 不偏不挡 王道荡荡 不挡不偏 王道便便 班固在汉书中赞道 誓之典型 国献以平 史学大家 卢敦基先生说 西汉前期 明尘被出 然读史汉朱传 使人悦然心浮 肃然起敬的 似乎只有张世之一人 为了纪念张世之 1984年11月24号 方程县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决定 将东关大桥 至西关三里河路段 命名为世之路 2007年张世之被评选为 南洋市十大历史名人 巷托尺游 传扬四海 为了大力弘扬 中国古代第一法官 张世之的法治精神 方程县委县政府 已经将世之墓 和世之词 列为政法战线的 教育基地 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 正好碰上了 现检察院的 张庚臣检察长 正在带领检察院的 一些同志 在对世之词进行参观 请他来跟我们谈一下 作为一个执法者 对张世之公正执法精神的认识 韩代庚臣 韩代庚位张世之 未来旧情 转观幸宇 是当时的最高司法掌管 也就是现在的 这个最高人民发言 远征的职务 从实书上记载的 他说警办的几个 滇性案例可以看出 他不为呛劝 致言干战 执法拱云 为官为任 堪称开末 实质为庚位 天下无缘民 这句在中原大地上 光泛流传的佳话 便是老百姓 对他执法事件的 最高赞誉 据当代的一些 法律学者考证 张世之 是我国理事上 最早提出 依法办案 公正执法 法律面前 任任聘等的 法律事件家 这与我们现在 所敞到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也是相依之的 作为实质顾虑的 法律监督的工作者 我们也常常为 我们的家乡 曾允育了 这样一位 圣仙任务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张世之时代 虽然已经过去了 两千一百多年时间 但他这种 追求公平正义的 执法理念和执法态度 值得我们永远 学习和节俭 谢谢 以史为鉴 可以知心体 纵观千年史章 除了古代的 带有传说性质的 姚顺诗的稿头外 有系统法学思想的 首屈一指的 当推张世之 他提出的 法者天子 所与天下公共也 即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观念 至今被法学界沿用 公正执法 是法治文化的精髓 是人们对法律的 期待和向往 张世之法治思想 吸取了法家 法不阿贵 行无等级的观点 坚持法律面前 天子与平民平等 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不仅从理论的高度 深刻阐述了 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而且义正词言 阐明了法律的严肃性 执法必言的同时 更要执法公正 不仅在当时 和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对当前我国推进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构建和谐社会 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张世之是那样 十大历史命任之一 是韩代最高的司法长官 是两性执法理念的创始人 是中国历史上公正执法第一任 是我现重要的 拼配性的文化旅游资源 关于这一拼配资源的开发 旅游计计划分三步中 第一步 进一步完善基础的 软硬件环境 主要是实质次周边环境的整理 实质目的征修 和张世之纪念观 等硬件的建设 一级张世之公正执法 理法理念等文化的挖掘 第二步 实施拼配应销材料 搭造公正执法教育基地 旅游拼配 实现这一文化资源优势 向旅游产业优势的专画 第三步 租资优管旅游企业拆陷 以及举办纪念日 悬食一次的灯活动 由针对性的 租资目标市场的优客 到京地旅游 实现防称文化旅游的 快速阵型 张世之和那句 世之为庭位天下无冤民 会在中华史册上千古流传 但他究竟能够对方程旅游 和法制事业的进程 起多大作用 在这里我们南下定论 眼下县委政府正在着力打造 以张世之为核心的 执法愿景圣地 真诚的希望 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一个即旅游 执法教育等为主题的圣地 呈现出应有的盛况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游在方程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